2001年逃之颱风来袭 一辆轿车在北海岸 翻落20米悬崖 见伤夫妻不见人影宣告死亡 子女领得近7000万保险金 竟是史上最大骗局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瓦斯王装死炸宝案 这起意外到今天才被民众发现 十几公尺深的断崖下 有一辆翻覆的自小客车 可是车内的两名乘客 已经不知去向 被现场遗留下明显的轮胎痕迹 直通往断崖边 救难人员研判 两个人很可能是在风雨中视线不清 才会误闯禁地 我看车子衰落的样态 是觉得它并没有动力的情况下 直接垂直掉下山谷的 这等于是一个切脚直接摘下去 并没有加速一个抛物线的痕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回程它差不多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它有说这边风雨非常大 它回不去 它要找个地方休息 许文彤的家属认为两夫妻 应该是落海失踪 不过当时他们的车上 里面并没有水痕 而且在后车厢还发现有推车的指纹 就被检警认为疑点重重 许文彤部部向同一家保险公司 买了十张保单 尤其是失踪前几个月 密集投保人寿和意外险 直到理赔当下 保险公司财经诀 许家早就负债将近三千万元 原来在板桥盖房子的许文彤 89年因为陈水扁上任 房地产大跌被套牢 太太一直都这样 资责的改革更快 怎么没想到这样 没想到这样 那你妈妈知道吗 还是其他兄弟姐妹知道吗 要写正确一点 不要乱写 什么是正确的 赶来不平安嘛 得了不义之财 算是一个三流剧本 这是三流剧本 但是刚刚好碰到那个年代 金管不严格 保险控管的通报机制 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呢 让他钻了很多桥门 难解的重案悬案 警方如何抽丝剥茧 老Z调查线代您揭秘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畏言之 畏己之 对政府有怨言 单靠法律无法伸张正义吗 揭开不能说的黑幕 锁定无恶会客室 不检方却已经将 十名被告统统 不起诉处分 家属有冤难生 国外害人重案 有哪一些惊人内幕 真相聊什么告诉你 已经沉湿了 而且我呼吸心跳了吗 对 而且他的伤势 是多处有瘀青 悬疑案件总离不开 灵异花式 找鬼记者 错别字代名话 别阴阳 大家早 我是错别字 用一个去买早餐的时间 来跟你们聊一起 在台南的灵异舞时 社会法条 司法读不懂香槟的 湘民特派 带你刷副本 KO冷知识 但是行政运就跟你说 你这个笔述中央法国佑 是无效的违宪 通通违宪 国二小组就在 中天社会频道